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小虎队在当年刮鞋这阵旋风呢 相信很多人到现在印象非常深刻 不过这三只小虎呢 只有在成军的前两年能够集体的行动 先是乖乖虎苏友鹏为了准备大曲联考 苏妈妈要求唱片公司 让他暂时退出一年 好好地专心念书 在一年之后呢 苏友鹏他很争气地考上第五志愿 台大机械系 不过没想到乖乖虎归队之后 轮到小帅虎 陈志鹏要去当兵了 就这样子 成军三年的小虎队 不得不在离行一一当中 宣告解散 各自单飞 小虎队 爱 有多爱 没有爱 小虎队走红之后 就读见证的苏友鹏 蜡烛两头烧 有媒体报道 苏友鹏因为忙于宣传表演 导致科研下滑 甚至面临休学的窘境 特别是当苏友鹏升上高三之后 面对沉重的升血压力 他实在无法兼顾 演艺工作的情况之下 苏妈妈和公司 达成了协议 让苏友鹏专心念书一整年 小虎队剩下了两只小虎 气势明显弱人不少 小虎队虽然两个人 一个可以当十个用 最受大喜爱 冰在筋不在作 酱在磨不在涌 两个跌二十个 那个时候苏友鹏真的很辛苦 因为科研压力很大 那当然偶尔会有一些传闻说 是不是要休学 还是说科研忙不过来 成绩没况愈下等等 那公司当然也很紧张 苏友鹏有一次 不小心 国文就考了个不吉课 就只考五十几分而已 那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苏妈妈后来 禁止她在涉足演艺圈 就讲说好 你要唱歌可以 但是你要考上大学 完成学业 你们三个常常出来 因为前一段时间 看到都是两只虎而已 都是老虎我在家里读书 一直当壁虎去的 在家里连着墙壁念书 不过这次考上大学 总算可以安心的 要帮他庆贺一下 苏友鹏闭关苦读 阴演之后 非常争气地考上了 全国第五志愿 台大机械工程系 风光复出 三只小虎再度地合体 出版了第五张专辑 爱第一周就卖破了十五万张 把你的心 我的心 穿一穿 穿一舟幸运 找穿一个同心愿 礼物 信永远是一大包的 从最早的是从信箱 一个方格子满出来 到后来他们的礼物跟信件 是邮局用一档麻袋 一袋一袋的送到公司 请问你们这次到大海 一共到过几个城市 我们一共到了四个地方 第一站是在北京 在北京也跟林峰大哥 一起参加政灾的议演 第二站是到上海 参加他们旅游节的开幕 是 那第三站就是到武汉 是我们自己的专堂演唱会 那第四站就是到西安这边来 参加他们这边的 古都文化艺术节 那时候大陆才刚开放没有多久 一堆歌迷 大概我觉得应该有上百人 就在那个 我住的宾馆的饭店楼下 半夜到凌晨五点钟 你还听到 武器龙 武器龙 小虎队的旋风吹到了对岸去 内地的活动邀约不断 1991年小虎队在对岸激起的邀约之下 终于获得官方的特别许可 触破了台湾对一南前往大陆的限制 参加了一场内地正在活动一眼 轰动了海峡两岸 不过乖乖虎才归队没多久 轮到了小帅虎 陈志鹏要离开 因为他接到了冰单 1991年12月在陈志鹏入伍不意之前 发行的第六章专辑《再见》 像歌迷道 我们其实在等他的冰单 他其实有延避 或会冰单有延 只是我们知道它一定会发生 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 然后收到冰单的那一天下午 公司就开会 然后就说OK 收到冰单了 几月几号 当然收到冰单就已经很近了 可是我们就在收到冰单之前 还是想发一张专辑 所以我们整个的筹备的时间 从筹备到 企划到出片 一个月 你们手上是不是有彩带 来 一起坐好 我们要把彩带截得越长 我们对小虎的祝福就越多 我们的思念也最长 在一起 我们跟小虎一起来唱这首 《放心去飞》 记住哦 不要掉眼泪哦 终于还是走到这一天 要奔向各自的世界 1991年底 小虎队举办了再见歌友会 原本只能够容纳2000人的宴会厅 结果涌进了上万人 舍不得说再见 台上和台下 几乎所有的人都哭花了脸 他那人潮是从南京东路这样子 东华南路 东华北路口这样交叉 一路塞到那个饭店门口 饭店门口前面还有个大腹地 那饭店本身还有一个很大的拉笔 拉笔上去还有一个电梯 电梯里面才是他们所谓的 可以容纳五六百人的 那个所谓的那个宴会厅 全部都是人 从此之后 我们再没有看到这样的盛况